安控大厂企业偶召开了股东会 透露今年市场的竞争 在中国大陆厂商低价策略 抢订单之下会更激烈 为了要保住获利动能 他们将会从数位监控 网路监控系统走向云端监控 来弥补营收缺口 IPCAN热销 安控厂获利跟着三级跳 四日进入网路宽屏时代 安控产品不再是过去的单级作业 而面对路场崛起 杀家竞争疑虑 也让企有绷紧神经 宣誓今年将从网路监控系统 正式跨境云端监控 跟我们的既有客户 然后还有新客户 在这个机会能够多多沟通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逐迹增长 企有去年以22.58亿元的营收 该写历史新高记录 EPS9.15元 创下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新高 今年企有的表现 也在水准之上 5月单月营收重返2.1亿元 月增27% 创下历史第三高 成绩好配给股东的鼓励 当然不能少 决一美股配罚现金鼓励 7.2元 股票鼓励一元 对手精锐表现相对疲弱 品牌现在在世界排名 大概占在第七名 为了搬回一城 卯足全力推新品 内建120万画素 专为运输应用设计的固定式半圆形网络摄影机 锁定的搭配销售目标 包括小客车 卡车 火车 甚至捷运车厢 可望借此在车载安控市场大展身手 分享了关于台北报道